小颁奖典礼 诺基亚公司高级工程师 六年前 他和伙伴们一起来到苏州工业园 六年后 他已经在这里安家 这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里 现在一点在芬兰 但是很多在苏州 如今已经退休的艾哲罗 在苏州大学教书 在东山盖起了房子 在家里成立快乐俱乐部 在新年的时候 参加春节晚会 有请艾哲罗先生 好棒的鼓声 你好艾哲罗先生 你好晚上好 中文说得很棒 刚才艾哲罗先生在后台跟我说 让我晚一点出来 他想多打一会儿鼓 没事一会儿还有您打的 我想先问您一句 您敲的事是哪儿的鼓 这是伊朗的鼓 伊朗的鼓和中国的鼓不一样 为什么呢 这里有上面皮 这里没有皮 这里空的 还有这里都一个木头做的 在中国就很多木头拼起来了 对 一会儿到台下 我拜您为师吧 学打鼓 您这身衣服也很具有民族风情 是哪儿的衣服呀 这个一般中国的 一般伊朗的 这个在伊朗做的 这个在苏州做的 苏州人很好 那艾哲罗先生 您是来中国多少年了 我是老苏州人 六年在苏州了 那么当时公司派您来苏州工作 是打算让您干几年呢 我现在二年 两年 两年 当时愿意来吗 先我的老板 让我来一年 两年 我说 可以吗 我去一年 如果好 我会还要多 因为我不知道了 苏州什么地方 我很怕 然后我们来一年 在苏州一年 我告诉我的老板 可以不可以 我要很多年在苏州 可以吗 你应该是很多年 在苏州了 因为我听说 你在苏州还盖了房子 是吗 对的 我们买了一个房子 在苏州 听起来艾哲罗的生活 是非常的惬意 其实在业余时间 艾哲罗先生 也是成立了一个 快乐之家俱乐部 教苏州人打鼓 但同时苏州的朋友 为了回报您 也教了您一样 苏州平坛 对吧 对的 苏州平坛 我很高兴 今天给表演 我的唱歌的名字 什么 名字叫什么呢 这个 风桥叶博 难度很大 我们话不多说 赶紧一起来听听 外国版的 风桥叶博 谢谢大家 江湖舞后都会睡眠 舞手成为黑鞋子 舞中生的发生 舞手成为黑鞋子 舞中生的发生 舞中生的发生 艾哲罗穿的是中式的衬衫 还有灯笼裤 穿伊朗的坎江 真敢唱 其实他所带成是正像他一样 把古今中晚演绎的是相得一张 一块来领略苏州风采 是 是